iPhone X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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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大家好 歡迎來到影響室友 話要說 今天呢 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道關於南瓜的料理 因為我都會稱食月 其實是南瓜月 就是歡聖節的因素 雖然說我自己沒有過歡聖節的習慣 那就想要利用南瓜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的料理 那去年度有跟大家分享关于南瓜布丁 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 那这一次想要分享叫做南瓜浓汤 或许你会想说浓汤好像有什么特别 但其实我们这一道道理 可能你之前都没有吃过 是利用食谱米来做南瓜浓汤融入里面 因为外面呢 好像比较多是用鲜奶油 或者是盐奶等等 那一样是认为在家就可以做的料理 可以用更健康的食材哦 我们一起来看影片吧 需要的食材有鲜奶 南瓜 洋葱 米 以及调味料胡椒和橄榄油 这样适合的南瓜大小 会建议先把它蒸熟以后 再去做切的动作会比较容易哦 那营养师在这边也会建议要保留南瓜的籽 因为等一下脚打后 其实它的营养也可以获取到 等待南瓜的时间呢 建议大家就可以先热油锅来炒我们刚刚的洋葱哦 那大家拌炒的程度呢 可以依自己所喜好 炒到大概透明或是有一点点胶状都可以哦 为了只是等一下的南瓜浓汤会比较提味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的南瓜也大概蒸熟咯 我会建议就直接接着准备煮我们的石谷米 再来切南瓜 那切南瓜也没有太多太大的技巧啦 只是要提醒大家把南瓜籽还是要留着哦 那皮的部分呢 我会建议直接把它切除 像说皮有很不错的植化素 同时石谷米也收咯 那就可以准备来搅打我们这些食材了 那至于搅打的质地呢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下去做调整 因为呢 我非常喜欢有一点颗粒的感觉 所以我不会把它打得非常的烂 然后以后就来到最后一个步骤 也就是我们要加热 这个时候就把它倒进去 那我自己呢 会再加一点水 下去做适当的一个稠度的一个稀释 那这边也补充一下 如果说有一些长辈 或是小朋友不想要那么的有渣渣的感觉 大家可以在这个步骤 再进行过滤 然后再来进行加热哦 这条简单健康版的南瓜浓汤就好咯 准备成章要来享用咯 健康版的南瓜浓汤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这边我要小小的补充 因为营养师自己很喜欢有那种一点点颗粒的口感 那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或是长辈也好 他们选要滑顺的感觉 很简单 刚刚的步骤在食物调理机打完以后 大家只要再帮我过筛就可以咯 那至于南瓜的营养 大家也不要忘记咯 有像β胡萝卜素 还有叶酸 以及顺食纤维 跟像是微量化合物质 心跟C 直接帮我看到的这张图卡 也就是之前粉丝团分享的哦 那最后也要小小宣导一下 在我们每日营食指南这个扇形图里面啊 我们有建议全骨杂粮类哦 每日至少三分之一 那这些叫做未精致的全骨杂粮 也就是呢 像是南瓜 也就是属于这一类哦 大家不妨可以做一个选择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欢迎关注下一期的营养师有话要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